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究竟小朋友害羞 是否有问题 等你来敲门 他又怕缩住 人家打招呼 叫打招呼 他又怕 有时怕到要用毛巾套住自己 不想让人知道 不想让人留意到自己 加点注意 如果小朋友真的太害羞 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人类是社群动物 我们吃饭 吹茶楼 新年拜年 上学 在任何时间基本上都有机会接触人 而这些害羞就会影响了社群适应 更加影响了学习的机会 因为我们能够从别人身上学习 包括从老师 同学 公园的小朋友 家长留意到小朋友是太害羞 一定要注意问题 但注意问题的时候 又不可以逼他 因为他怕是由内心里怕出来 你硬逼他打招呼 硬逼他适应陌生环境 他会有压力 在过程之中怎么可以循序漸进呢 当别人来到的时间 他不需要第一时间开门 等到别人进来 坐定了 让他又在房间慢慢走出来 让他有安全感 打招呼 他临走才打招呼 他可能会安全感更大 另一方面 家长有没有机会 让他被动地接触人 首先不用打招呼 走去看见别人 坐在别人身边 留意不同人的反应 慢慢去人量安全感之后 先循序接着要求 他高一点点 包括真的打招呼 包括可能跟别人一起玩 害羞的小朋友 是要注意如何改善他的问题 但记住要从他的内心世界出发 令他循序漸进增压 安全感 然后愿意打招呼